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结婚以后 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结婚以前 你怎么会睁大眼睛 那结婚以后 我们又应该怎么相处呢 我想这是我们这一次 所要讨论的重点 我们再想一遍那一句话 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郎 就表示说 婚姻它一旦错误以后 你是很难挽回的 所以一定要胜死 一开始就要非常胜重 就要有目标 有计划 有进程 然后按部就班 一步一步的 顺序渐进 不能急 急不得 不要说什么来电不来电那种新鲜话 人家要那样是人家的事情 我们自己的幸福 我们自己要掌握 所以男女双方 在结婚以前都要睁大眼睛 仔细看清楚 那很多人跟我讲 我怎么看得清楚呢 其实很简单 很多年轻的女孩子问我说 我的男朋友到底喜不喜欢钱 到底想不想做官 我怎么会知道 太容易了 你照我的方法就可以了 结果他就真的照我的方法 然后就笑眯眯的说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这就是我们人类的一种瞳孔反应 就可以用了 你们两个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你先若无其事的 扯来扯去 讲一些其他的事情 然后你突然间出其不意 你讲一句话 你说想不到啊 我在香港还有个姑妈 我们几十年没有见面 最近他才回来看我们 然后下面就 送过一个好大的戒指 然后你看看你的男朋友 他什么反应 他的眼光 眼睛啊 发光 发亮 好像整个电灯突然间亮起来 你就知道他最爱钱 我们的眼睛听到喜欢的 他会发光发亮 这个叫做瞳孔反应 最诚实 最跑不掉 然后你再找一个机会 说我都没有想到 我叔叔的同学 现在做好大的官 然后看到表现怎么样 眼睛又发光发亮 又知道 又爱做官 又贪钱 不用问嘛 一个人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他会多看几眼 他眼睛会发光发亮 这是谁都满不了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我们老要注意 人家的眼光 就这个道理 真大眼睛不是说长长 眼睛真的很大 眼睛真的很大 照样视而不见 我们要偷偷的去看看 那一个人 他的瞳孔反应是怎么样 你要跟你在一起找 你看他眼睛看什么 那就好了 眼睛老跟着那个女孩子 这样转来转去 你不问也知道 那还用问吗 他还会假装 假装你也知道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只要你用心去观察 你自然会知道 因为眼睛是我们全身 最诚实的部分 记住 好个坏老婆 终生不幸福 嫁错了丈夫 一辈子倒霉 我们曾经讲过 要让你一天不愉快 一天不舒服 就是早上起来 喝一杯烈酒就够了 要你一个月很难过 一个月不舒服 很简单吗 弄个新房子 叫你搬家 你就一个月忙不开来 你是痛苦料命 那要你一辈子不幸福 很简单 就是嫁错丈夫 娶错老婆 你就一辈子不舒服 千万记住 我们找对象 找的对不对 是非常关键的事情 不可以掉以轻心 我们不希望信碰 我们自己有自己 干嘛去信碰 但是大部分人都信碰 碰上了 没有办法 躲也躲不掉 你干嘛把自己 造成这个样子 结婚以后 才是人生 真正的开始 结婚以前 都真的摸缩而已 所以你看 我们把没有结婚的人 都叫做什么 叫做小孩子 结婚以后才变大人 为什么我们这样 我们不是以年龄来分 我们说还没有结婚 那都是小孩 因为很多事情 你不了解 你真的不了解 可是你结婚以后 你会发现 一夜之间 你就成长了 好像你什么事情 都领悟到了 因为那个过程 会使你磨得 长进了很多 这样就对了 那婚前要睁开眼睛 婚后呢 婚后要半闭着眼睛 眼睛要半闭着 我们现在不是 婚前半闭着 婚后再睁开眼睛 大家都上当 要跑跑掉 那种后果可想而知 倒过来 婚前睁大眼睛 理性一点 好好看一看 多方打听 打听一个不够 再打听 偷爸爸去打听 拜托叔叔 也去打听打听 多几个人打听 你总是比较不会上当 然后不错了 我们选对象 要选对人 我们去找他 要找对时机 我们偷人 要偷正确的人 这都是我们可以掌握的 然后好不容易 恋爱成功了 结婚完成了 记住 才是人生的开始 那怎么办呢 那你做好心理调试 要做好心理调试 第一个就是说 以前是小孩子 现在是成人 你看很多人 结婚以后 还像小孩一样 那是自己长不大 那怪谁 老实讲 一个女人 总希望自己的先生 像一个成年人 你嫁个小孩子 你还在招呼他 很累 很不值得 你又不是他姐姐 所以很多人 他就是不长进 年轻这个样子 长大了 还是这样子 所以到处碰壁 什么叫成年人 就是你已经 不是小孩子了 那你就是成年人的样子 你要负更多的责任 你讲话要得体 你对人要有礼貌 你处理事情 要有板有眼 才像个大人 这个结了婚以后 还在父母面前 变小孩 那你叫你的另外一半 怎么去处理 怎么处理 难道他还跟你 像小孩一样 有很多人 一辈子长不大 就是他永远不知道 他已经成人了 不要把自己当小孩 人家就不会 把你当小孩 你老把自己 当成小孩 人家就只好 把你当小孩 这就是我们的 交互交互主义 我们不像西方 西方到了年龄 到了你就是成年人 不管你什么样子 你成年人 中国不是 中国管你年龄多少 你是成年人 他用成年人对待你 你还像个小孩 他就只好把你当小孩 婚前要讲究 有缘 还要讲究相爱 婚后呢 婚后有没有缘 已经不重要了 没有缘怎么会结婚呢 所以婚后还在讲 有缘 那是笑话 婚后还在讲相爱 那也是笑话 爱情与面包 是要坚固病重 面包 不能代替爱情 爱情也无法代替面包 你有爱情 又能怎么样 所以婚后是什么 互助互惠比较重要 互相帮忙 彼此成全 你能做的 我帮你 我能做的 你帮我 这样就对了 婚前要找一个好的伴侣 婚后要做一个好伴侣 而且要做长期 一生的好伴侣 这个不一样 以前是找 现在开始做 人都不可能实全是美 我讲一句话 各位好好去思考 一个能够接受 对方缺点的人 你才是没有缺点的人 一个老是挑剔 对方缺点的人 就是你非常有缺陷的人 这样就好了 你老看他不对 就表示你心里头有疙瘩 你计较他不对 我们是要求同存异 我们不可能完全一样 那两个人 在不同的环境长大 他怎么可能完全一样 就算在同一个环境长大 也不可能一样 你看同样一对父母 生出来兄弟姐妹 就是不一样 他有个别差异 上天不希望我们人 大家都一样 上天希望我们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千万记住 你找不到一个 跟你一模一样的人 找不到 你只有什么 求同存异 尊重就尊重他不同的意见 相同相同 我们才能同情协力 所以四个字叫做大同小异 而不是完全相同 当然完全背道而斥 那你们根本不可能在一起 你们最后在一起 会多少有一点共同点 你就就那个共同点 去相处 不要整天挑剔 整天挑剔干嘛 所以最好的办法 先要求自己 再要求别人 因为求人不如求己 我讲一句话 你想改变你的太太 只有一条路 就是你改变你自己 你不改变 他永远不会改变 你想改变你的先生 你怎么样用 他就是不改变 你改变自己 他就改变 改变别人的 唯一的方法 就是改变自己 我们现在搞错了 老要去改变别人 费尽久留 而辅之力 就是没有效果 因为他不可能 因为你而改变 没有人会因为你而改变 除非他自己愿意改变 讲就对了 就非常清楚了 你对小孩一样 小孩愿意改变 他就改变了 他不愿意改变 你打死他都没有 夫妻也是一样 夫妻 他要改变 他自己就改变 你要改变 你自己就改变 你要他改变 他就偏不改变 我干嘛听你的 我这次听你了 以后 我全都听你 摆不害得了 所以我本来想听你的 我就是不听你 我觉得这是人性 他要保护他自己 老实说一个人 摆一摆顺 最后他就变奴才了 这谁都知道的事情 先生过分听太太的话 先生就变奴才了 最后自己就道理 太太过分顺从先生 太太就变奴才 他最后就道理 所以明明他同意的 他都开始不同意 因为他会保护自己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中国人 特别是中国人 我们要多自我取悉 少苛求对方 所以我们有四个字 叫做什么 叫做言以律己 然后宽以待人 他就能问我干嘛 这样子对自己过不去 我是觉得不是对自己过不去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人是双重标准 我们中国人是双重标准 我们不可能一个标准 你看我们对自己 多半比较宽松 我们对别人 多半比较严格 因为眼睛是万外长 眼睛是万外看 我们都看到别人缺点 就看不到自己缺点 所以为了弥补 我们这个先天的一个问题 我们才提出来说 管自己管严一点 对待别人稍微宽松一点 结果就是一样 如果一样 那最后就是对别人很严 对自己很松 你看同样一件事情 同样一件事情 别人做的 你就很恼火 偷鸡去脚 下次轮到你做的 你就很轻松 我是随机应变 你就叫随机应变 别人就叫偷鸡去脚 双重标准 你看自己人做的事情 你都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 会这样做不可 别人那样做 你就觉得这个人不对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 同样一个行为 发生在自己身上 你都很容易谅解 找很多理由 发生在别人面上 你都不能谅解 这中国人 所以错误是人人都会犯的 不分你我的 因此我们婚后要互相规劝 但是不要互相指责 这个指责跟规劝是不一样的 夫妻要多多的规劝 但是千万不要自责 你有什么资格 指责他 你有什么资格 双方多做一些自我的驱使 少去苛求对方 那每个人都会自动自发 一个家庭一定要有自动自发 才有朝气 才有默契 然后呢 大家才会处得长久 所以我们不能说 你要什么你就说好了 这句话是不可以的 那样样要说 你就不是自动的 我从小到大 我不敢问我爸爸 你要不要喝茶 我不敢问你这句话 因为每次都爱骂 我父亲他是很严格要求的 爸爸要不要喝茶 他根本就不理我 眼睛看看我 我就知道是我错了 我什么资格去问他要不要喝茶 对不对 我自己觉得他该喝茶的 我去倒一杯他喜欢喝的茶 给他爸爸请喝茶 他就拿去喝 还要我跟你要求 还要我说 这样就对了吗 你看那个妈妈过母亲节的时候 做子女经常问 妈妈母亲节快到 我送你什么好了 你看中国的母亲都说 不要了 乖就好了 他不说就是不说 他好笑 我说了你才给 那我算什么 你自动的很有诚意 我说了给你 传出去还说妈妈一天到晚 像子女要东西 我是那种人 我不敢 不能问就不能问 没有 你现在都说妈妈没有讲 我怎么知道 这种都是不孝的子孙 西方人是要讲的 希望你不讲我不知道 你找个人不讲 你也应该知道 我就常常跟很多母亲讲 我说你就干脆告诉你的子女 你要什么 有一个人跟我讲 真的 我说你试试看 他说好 那明年母亲节 我儿子敢再问我要什么 我就跟他讲 妈妈想自己搬出去住 你给我买一套房子 看他不求老才怪 根本没有本事 一天到晚问我要什么 那是对的 你有什么本事问你 然后呢 我又说那你不讲 他怎么知道 他说不知道 他不会看 妈妈那衣都破了 他不知道 他天天看到 他去买就是了 你有什么资格买什么 你就买什么诚意就好 问 问什么 对 我们不是外国人 不要用外国人那套来衡量中国人 中国人一讲出来 老实讲 就没有意思 你自己不会看 你自己会看妈妈需要什么 你就买妈妈的 妈妈还说不要了 他心里很高兴 因为他知道你很关心他 难道要妈妈谢谢你吗 有什么好谢的 妈妈从小老板你到大 买一件正商就谢谢你 那你欠妈妈多少 所以我们今天完全不自知 我们千万记住 我们是多包容 少苛求 我们包容 中国这个包容最了不起 包容他的缺点 他就不是缺点 你太太性质很急 你就包容他 因为幸好一个急的代代 才不会连累你 时间赶不上 这是好处 你的太太慢吞吞吞吞 你要包容他慢吞吞吞吞 因为什么 因为他慢吞吞的 你才会帮他照顾 然后使他来得及 那你就有点成就感 要不然你这个先生干什么 如果每人都独立 那要结婚干什么 就是彼此帮忙 彼此成全 那就要彼此包容 但是记住 求人是不如求己的 你老要求你另外一半 你不如要求你自己 所以要多自己 取一取 少老去片面要求人家 而且 千万千万记住 要断绝 离婚的念头 然后一个人脑海里面 没有离婚的念头 你一辈子就不会离婚 你到不都就讲离婚 到不都就随时有离婚的念头 你很快就心想事成了 这是典型的心想事成 既然结婚 就不要亲眼离婚 因为什么 因为子女很无辜 长辈更无辜 你看你离婚以后 长辈很难看 你的子女很倒霉 结婚一生只限一次 但是为什么会不一次 其实很简单 所有婚外情 只有一个原因 没有第二个原因 就是男人很贪 女人很痴 很呆 一个人会有婚外情 会有被骗 会上当 就是男人很贪 你有了一个太太 不过还要再找一个 你不贪 只要你不贪 就没有婚外情 女的是很痴 你待到这个地步 你不重视自己 不珍惜自己 那怪谁 其实我们明白人都知道 婚姻不是这辈子的事情 婚姻是累世 你欠我 我欠你 我父你在 你父我在 才会造成今生在一起的这种叫做婚言 它是那种言分 有人有缘根本没有分 有缘无分的很多 就是很相爱 但是不能结婚 那叫做有缘无分 没有你的分 你只有相爱的缘 没有你结婚的分 所以你今生不合作了 以后更是算不清 那个债更是还不完 那你为什么不好好把这辈子除好 把以前的债都清掉 那以后过日子就很愉快 耐不了债的 谁欠债谁还 这辈子还不了 下辈子还 如果连这个都不相信的话 那我们相信什么 这是因果关系 就又不是神 又不玄 我们再说一遍 因为这就很重要 相爱是很容易的事情 不要以为说 哎呀我有爱人啊 我爱上谁啊 好像你很了不起 你又是很了不起 但是相处是很困难的 你已经相爱了 你已经结婚了 已经造成事实的 可是呢 你婚后 天天吵架 甚至于打架 搞得鸡犬不灵 搞得良老很难过 搞得邻居很不安 有的小孩子 他更莫名其妙 你们大人吵什么 你去看看那父母 一直吵一吵 你去问那小孩 小慧告诉你 我最最希望的 就是爸爸妈妈不要吵架 只是里面听到而已 他们很难过 只是他们不懂得表达 他也无从表达起 爸爸妈妈吵架 小孩子都难过 你没有想要不懂事 他必须都知道 他只是很无奈 我们要持久 只有两个字 忍耐 忍耐不是压抑 压抑是压抑不了的 会得病的 不可以压抑 要忍耐 忍耐就是包容 把他变成好的 把他看成好的 他就是好的 所以要好好相处 一定要有沟通的技巧 一定要有沟通的技巧 我们要记住 少年是夫妻 老来就不是夫妻 老来是伴侣 你想看一个老人家 再去骑一个陌生人 这是很痛苦的事情 因为他 他愿不了解你 你看夫妻两个人 一路走过来 你有什么缺点 他都知道了 你这次会什么 他也都知道了 他比较容易包容 我们夫妻其实 不如老伴重要 人生最可贵的 就是老伴 因为他了解你 但是你要老伴 你要有技巧 你就是不能有话直说 你就不能直来直完 我常举这个例子 你不喜欢你太太 穿这件衣服 跟你出去 你的名说吗 他说你穿这件衣服好看 他说你去你去 我不去 我不跟你去 我不想去 你不是很糟糕吗 你有什么资格直来直往 你把他当谁 你不喜欢他穿这件衣服 你很简单 你说你穿这件衣服很好看 但是你先说很好看 他就没有什么抗拒了 你说不过我记得 你有一件 算是你穿 大家都说好看 不是我说好看 大家都说好看 他马上去换 很容易的事情 就是你沟通要有技巧 你没有资格直来直完 现在很多人赞成直来直完 我告诉你 直来直完就是目中无人 只有你自己 你最了不起 你才有资格直来直完 你不把人当人 讲话要顾虑对方的感受 而不是我很直 你很直 你很直又怎么样 你很直 执就可以伤害别人了 这样就对了 结婚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知性可以同居 我们要彼此成全 彼此包容 不能有一点点 说搞不好我们就离开 不能有这种草率 鲁莽 一种想法 你没有这个念头 你不会有那个行动 你有了这个念头 你迟早会变成行动 那不然大家都倒霉 男女双方都是一半 不是个整全的人 要男女合在一起 真正的充分通心协力 才叫这个整全的人 所以我们为什么 老说这是我另外一半 为什么把妻子叫做太太 叫做类人 就是她是类人 你是外人 这外人不是外面的人 是她要做外面的事情 都是你去做 你要做里面的事情 多半偏劳她 这样才对 所以我们有很多观念 搞不清楚 然后就很盲目的 去提出一些新的主张 什么叫一半 就是你不够整全 结婚 要持久 彼此成全 就变成一个整全的人 要不然什么叫成全 就是成就一个整全 不然你永远是缺陷了 要圆满 我们还是把这个图拿出来 一生只恋爱一次 一生只结婚一次 一生找一个人 把他变成同情缘 然后就幸福美满 那彼此一定有缺点 有缺点怎么办 互相的 规劝 规劝的时候 要有技巧 彼此慢慢适应 摸索出一条可以规劝的路 换句话说 你讲到他听得进去 你就成功 他讲到你听得进去 他也成功 那两个人摸索什么 就是摸索怎么讲他才听得进去 其实很简单 我举个例子 我们男人下班整理东西的时候 从来没有一个人说 今天回去 要跟太太大吵一顿 没有 哪有这种人 没有 当我们在办公厅 收拾东西的时候 心里都想回家 要跟太太好好相处 可是一回家就吵架 就是沟通不良 为什么吵架 一句话就吵架 你看你回到家 你太太只要讲一句话 你就包条入类 你太太说有三个电话 很重要 赶快去发 你就一肚子火 你心里想 我累了一天 让我休息一下会怎么样 电话 电话有那么重要吗 平常说关心我 根本都是假的 你会想中国很奇怪 你才讲一句话 他想一大堆 因为他脑筋很发达 要谁叫你乱讲话 所以这个太太就知道 我这个先生脾气很乖 我以后少讲 所以有三个电话 他寄在那里 他还不讲 不讲怎么样 太太不讲话 老 先生更生气 因为他把西装一脱 领带一拉 他一坐下去 看来有三个电话 他就开始骂人了 这么重要电话 居然不告诉我 你人在家跟没有在家一样 你糟糕 你发现那个男人很难伺候 你告诉他 他爆跳如雷 你不要告诉他 他会骂人 那怎么办 我请问你这是谁的错 你太太的错 不懂沟通 那聪明的太太 他知道这三个电话 很重要 不告诉他不行 但他也知道 告诉他他会发笔记 那怎么办 很简单吗 我就拿一个毛巾准备好 先生进来 二话不说 把热毛巾拿上去 先生就开始问 什么事 因为他知道 平常没有热毛巾 一定有事情 你才说没有事 他怎么一回事 你说 他说不要 等你休息一下 我再说 你今天累了一天 他马上讲 我不累 不累就告诉他 上个电话 会吵架吗 他才怪 好 我们一来讲一个 先生错的故事 给各位做参考 有一个人 他呢 要升官了 那个军人啊 他那个升官以后 那个帽子是很漂亮的 所以他事先 不让他太太知道 想给太太一个惊喜 那天他升官了 家官进爵 那个帽子很漂亮 带回家来 始终放在头顶上 放来放去 太太就是没有看到 他真的很气 戴了半天 你都没看到 你在看什么 我看到太太 拿冰箱的东西 开冰箱 关冰箱 忙着做菜 我知道了 那就把帽子拿下来 放在那个 电冰箱上面 太太还是没看到 开拿 开拿 就是没看 他非常气 关心我 关心个什么东西 然后中午吃饭 就这样 门声不跟气 太太问了 什么事 什么事 问自己 什么事 你看 他就这样 他在问他 到底什么事 你说嘛 他说 我的帽子戴了半天 你都没看 我帽子放在电冰箱 你都没看 你眼睛在干什么 一定不关心我吧 我好不容易真的关 想让你高兴一下 你把我气成这样子 太太就哭起来 我问你是太太很惭愧 很对不起先生哭吗 不是 哪有那回事 太太说你戴帽子 我没看到 对不对 那我你 我今天早上刚烫的头发 你没看到 这踩 就拿不下来 你没看到 那哪得下来 我看到 你要怪谁 先生只好跟他抱歉 我告诉你 人只容易看到对方的缺点 我们真的不容易看到自己的缺点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将心比心 要彼此包容 就是因为我们眼不冲 眼不明耳不冲 不管是跟你相同的 跟你不相同的 你都要包容 叫做求同存异 彼此归劝 朝向共同的目标 而且完全没有那种离婚的感觉 离婚的念头 你就会白脸谢道 祖父大家 谢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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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婚的目的 其实是多层次的 其中有一个 是为了创造新的生命 也就是生难育虑 这个是人类天经地义 要做的事情 因为人的生命 它是非常有限的 如果人死了以后 那什么都没有了 那它就没有办法传承下去 因此呢 我们就开始有文化 文化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些生活上的花样 我们借的什么东西 来让我们跟别的民族不一样 就是借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每个民族有不同的生活方式 每个民族有不同的花样 所以每个民族有不同的文化 而这个文化 它是要传承下去 才有意思的 否则一阵子就从地球上消灭掉 那有跟没有一样 那人的寿命有限 而我们生存的花样 要传承下去 那靠什么 就靠一代又一代的新的生命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儿童是未来的主人 就这个道理 儿童长大以后 他又继承上一代的那些花样 然后他死了以后 他的下一代又继承起来 这个就叫做生生不息 生生不息 不是指一个人永远不死 那是不可能的 而是指这个民族 他不断地有后代 那后代从你来的 就从男女结合 那么生男育女 那男女结合 如果没有得到保障 那个就不叫做合法 也相当不合理 所以一定要结婚 那结婚的目的 就在创造新的生命 所以他的关系是什么 就是夫妇关系 我们中国讲伦理 伦理的第一伦 不是父子 不是父子 而是夫妇 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 好像父子很重要 父子当然重要 但是呢 没有夫妇哪里来父子呢 所以我们的想象 好像说 父子比夫妇还优先 其实不是 天地间 先有夫妇 然后才有父子 所以不能说 夫妻不重要 那夫妻呢 如果不能持久的话 那他变来变去变来变去 那个家庭就不稳固 不稳固 这文化的基础 就才产生动摇 那下一代啊 他就没有人好好教养他 所以他就无法去传承 我觉得传承 这两个字 是非常重要的 文化传不下去 这个民族就中断了 所以外国人常常讲 这是个不连续的时代 就是因为他们 不太重视传承 他们每个人有自由啊 一代一代不一样啊 你爱怎么样都可以啊 不必顾虑 你的父母怎么做 那他就不连续 不连续就中断 中国是连续的 我劝很多人说 你读洋人的书 你要小心啊 他是写他们的事情 不是写我们的事情 你看我们哪里有不连续 我们摇顺鱼汤 文武周公将一路下来 到现在没有中断过嘛 你时代怎么变 环境怎么变 这中国人就永远是中国人了 这点别的民族做不到 我们做到了 为什么一本书 写不连续时代 我们就真的以为 所有都不连续呢 连续啦 所以夫妻关系 它要永久 家庭才能够稳固 我们的文化 就能够连续的 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这是中国人的精神 所以我们什么事情 都要求天长地久 不像现在 什么都是一次性 一次性 一次性 那个一次性 是全从美国人搞出来的 美国最大的一次性是什么 就是你结婚的时候 你的礼服 然后回家一拆开 就变成穿年布 穿年布用久了以后 就做什么 他们从来没有 长远的打算 我们干嘛去觉得 一致性 你看现在我们 什么都一致性 那两个人 结合也是一致性 那你就 跟基里 跟这个人来一下 跟那个人碰一下 没有两样 那不叫家庭 所以天长地久 才是我们所追求的 一个结合 而且中国人还不止说 天长地久 我们还说 愿生生 世世都 结为夫妇 我不晓得你听过没有 这辈子我爱上一个人 但是因为很多的原因 我没有把他结婚 没有关系 一下子这辈子就过去了 下一辈子 我们再做夫妻 还来得及 你看中国人都有艺术心 我们不一定样样都科学 因为人生除了科学 它有很多艺术的层面在里面 我们人有精神 我们人有肉体 纯粹是肉体的结合 那是没有爱的性生活 那不会持久 而且很快就厌恶 我们精神的结合 有时候啊 反而超过了肉体的结合 你看夫妇分开来 他们两个 还是你心中有我 我心中有你 只因为什么 工作的关系 交通的关系 种种的关系 不能整天相聚在一起 但是 我们身体 我们是隔离的 可是我们精神 永远在一起 我们精神还可以合一的 所以我们有办法 把两个人隔开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把他们的心分开 那因此呢 我们常常讲 母女连心 为什么母亲跟女儿 她会连心呢 就是她从小照顾她 女儿心里也很清楚 所以我们这个爱 不定是男女之爱 而且是父子 这个父包括父母 子包括子女 中文讲父就包括父母 讲子就包括子女 不要说我们讲父子 就好像我们不重视母女 没有这回事 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分过 所以我们结婚的目的 就是要生男与女 有的夫妻 当然两个很恩爱 可是很单调啊 你看我 我看你 看久了 他难免会有点遗憾 又看来看去就我们两个人 所以生了个小孩以后啊 父母的感情往往会更好 你去看好了 大家就同心协力 为这个新生命 来共同教养他 所以我们这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觉得啊 我们的婚姻 我们的爱情 其实我们是寄托在 生生世世的关系上面 中国人常常讲啊 说不是冤家不惧仇啊 这两个人怎么会相爱 冤家嘛 叫欢喜冤家嘛 我们有一句话 我相信各位都很熟啊 叫做三不赚 三是不会赚的 三怎么会赚 但是人会赚呢 三不赚 人在赚 那怎么赚呢 就是不是冤家 他不会举头 所以你在等谁啊 我在等冤家嘛 只要是欢喜冤家就好了 所以你说两个人 完全百分之百的情投意合 两个人百分之百的一样 其实也不好 我常常讲说 夫妻两个人 你也喜欢洗碗 我也喜欢洗碗 那吃晚饭 抢得洗碗 那好吗 也不好 可是两个人背靠背 意志性太高 也糟糕 我们两个人夫妻 你不喜欢洗碗 我也最不喜欢洗碗 那就把那边人洗碗了 有的事情我喜欢做 有的事情他喜欢做 多少有点不同 这不是更好吗 互补性强 你总比那个同质性高 可能要好一些 因此呢 我们都知道 夫妻就是 你欠我 我欠你 那如果我们俩合作的话 你也不欠我 我也不欠你 不可能说 我们俩完全没有关系 那没关系 怎么搞在一起呢 所以我们这个不是迷信 我们是推理 那么多人 你怎么看上他呢 那么多男男女女 怎么你们两个会结婚呢 他一定有些 说不出来的那个道理 我们就把它叫做缘分 那什么叫缘分 缘分第一个就是要有机会 你连认识的机会都没有 你怎么变夫妻呢 你说有人介绍 那介绍也有见面的机会啊 也要有人愿意介绍啊 那也是一种机会啊 如果连机会都没有 那不可能成夫妻 第二个是关系 你有机会没有关系 那就有缘无分 对不对 很多有机会啊 但是最后没有关系 第三个什么 第三个要持久啊 你不持久这种关系 很快就忘记了 也整个没有关系啊 所以我们慢慢就感觉到啊 夫妻呢 他就是要我们同心协力的 他要我们同心协力 要不然不需要在一起嘛 那怎么同心协力呢 有个共同的目标吗 那就生个小孩吧 小孩不再多啊 再精啊 多生不如少生啊 少生不如幽生啊 那这样就对了嘛 你生一大堆干嘛呢 生的好玩呢 一两个 甚至一个 好好地教养他 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 那父母就很有成就 那这样说起来 我们的性爱是什么 性爱就是正大光明的事情 这没有什么丢脸的嘛 为什么要躲躲闪闪呢 我们躲躲闪闪是尊重别人 不是说这种事情很丢脸 不是 你看 我们女性 她长到某一个年龄 她就开始有月经了 这有月经只是说 恭喜啊 你长大了了 这有什么丢脸的呢 每个女生都有啊 所以做妈妈的 千万不要大惊小怪 哎呀 哎呀 有什么好呀 从小就要让我们的小孩子知道 性是人的身体的一部分 你到时候 你的乳房就会大起来 就表示你是女性 你有女性荷蒙 应该告诉他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没有啊 怕人家看到啊 要压 那都不正常的 那男性呢 男性到时候有胡须啊 那个儿子 你不做啦 胡须要长出来啦 就表示你长大啦 要多负点责任啊 这正常啊 为什么怕人家看到呢 你看我们性的游戏 其实是从小孩就开始的 你看那个小孩子也没有人教他 他就喜欢把衣服脱关 因为他本来是没有穿衣服来的嘛 你把他穿上以后 他偶尔脱掉 甚至他喜欢脱掉 这个不值得大惊小怪 你刚才小孩去玩弄他自己的性器官 他玩弄手指头都可以 为什么不能玩弄性器官呢 其实小孩对性不了解 或者有误解 都是父母不会教才会造成的嘛 哎 为什么他玩手指头你就不会 哎哎哎 他玩他的性器官你就哎哎 那就让小孩子感觉到 哎呀这个好像很特别 全身的器官 明治果都可以教 只有这个明治果不能教 为什么不能教 他是什么就是什么嘛 所以父母在这方面呢 自己要有端正的观念 这种性是天性 是自然给我们的一部分 不要从小让小孩感觉到 哦这个不能讲哦 这个要偷偷摸摸哦 那更糟糕 你看我们经常看到 那个小孩子问妈妈 哎 这个小孩子从哪里出来的啊 妈妈说你问爸爸 那爸爸说你不讲 掉我讲 那小孩就感觉到 这个好像很神秘 有什么神秘 没有神秘的 我们男女有别 这是生物性的差异 这不是人为的 不是人生下来都一样 然后我们后天 装上一个什么东西 让他变成男的 我们去掉一些什么东西 把他变成女的 没有 他一生下来 男的就男的 女就女的 这是天生自然 他是老天爷给我们的 这没什么好丢脸 没什么好 咄咄散散散的 没有 可是呢 我们像接吻啊 像拥抱啊 像亲吴啊 那到底要不要 四个字就讲完 合理就好 为什么像外国人一样 见面就要抱在一起 抱得很热烈 其实外国人那种方法 我们看起来 好像生离死别一样 有这个必要吗 马上就要见面了 两个人搞得这样 马上就是 要生离死别的 有那么严重吗 没有 中国人最知道老天爷 他会让我们再见面的 用不着那样子 合理就好 我们也有拥抱的 就是那个人他 被水冲走了 大家急得要死 找不到他 突然间找到了 抱得紧紧的 我们也会抱啊 怎么不会抱 抱在一起 只有西方人会啊 我们不会啊 才怪的 只是中国人比较聪明 知道怎么抱到 合理的地步 你看孟子讲得最清楚吧 你的嫂嫂 要到水里面去 你要不要去拉他 你当然要拉他 你不能说男女瘦瘦不轻 我就不拉他 那就假道学嘛 孟子当年就解释很清楚啊 嫂嫂是你的 你是男的 可是嫂嫂掉到水里面去 当然去拉他 哪里有什么男女瘦瘦不轻 可是拉上来 你手就要放了 拉上来一直拉一直拉 那哥哥就觉得很奇怪 拉那么久干什么 拉上来就好了 你讲就对了 有一个合理度嘛 那个度很重要嘛 这是我们中华文化 很了不起的地方 我们看不懂 就是说中国人啊 这样那样那样 这个是不应该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了解 我们要创造新的生命 所以我们夫妻在一起 不能够贪图快乐 而不生育 不可以 当然你无法生育 那又单别论 我没法生育 不是我不想生育 如果说我们两个在一起 我们只是要享受这个 性的快乐 我们已经打定主意了 不生育 我跟你讲 节育跟不生育是不一样的 节育就是说 我们不能生多 生多养不起 交不好 我们呢 如果要生两个的话 那生一个 不能马上就生了 那样子比不好 对两代都不好 我们只生一个 这个叫节育 这个不是不生育 不生育 糟糕了 违反天性 你就觉得结合没有意义 但是生多了 生多也违反天理 因为你没有能力 你干嘛生那么多了 你有什么气头 我们死可而止 合理就好 我们有了子女 我们就构成一个完整的家庭 我们母亲 有机会发挥母爱 我们有机会完成 上天给我们的 神圣的职责 我已经讲过了 现在很多时髦的女性 是结婚前就 跟她的 要结婚的那一半 不能生育 生育我就不跟你结婚 那男生为了 有时候已经跟人家讲过 要结婚了 才碰到这样的问题 面子上就说 好好好 是是是 心里头一百个不愿意 但是呢 那个女性他就坚持 不生育就不生育 最后逼的这个丈夫 在外面偷偷生育一个 那是自己倒霉 或者到了某一个年龄 他说哎呀不生育不好啊 看到人家抱小孩 总觉得人家有成就感啊 我这一辈子没有抱一个 自己亲生的小孩 我们来生一个吧 就生不出来了嘛 你过了那个生育的年龄 你后悔也没有用 也不能补救 婚姻 只是家庭的一个部分 你看我们把两个 结婚的年轻人 我们没有把它叫做家庭 其实西方也没有把它叫家庭 这时候不叫feminine 叫什么 叫小两口 小两口就是没有生小孩 就叫小两口 你小两口生了小孩 那就变成家庭了 就变成家庭了 所以父母 共同的养育 他就会从这个养育小孩当中 增加彼此的感情 增加彼此的了解 更加同性协力 那么 这个家庭 就越来越有稳固的关系 你看有时候那个先生还找出晚归 但是为了小孩子 他变成 到时候就回来了 他会改变 他为什么改变 因为他觉得他有责任 他不能像以前那样的老借口 我们子女长大以后 他是会离开家庭 但是彼此还是新良心 这叫什么 叫做家庭向外面去延长 那家庭都扩大 你看你 成了一个家 把小孩养大以后 小孩出去 他又成了一个家 这个家跟那个家是连在一起的 今天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像以前的三代同堂 但最起码我们精神上我们是一致的 我们还是三代同堂 随时打电话 随时来探望 有急事马上就过来 这是家庭向外的延长 没有什么不好 我们人类为什么要过这样的生活 其实说起来很简单 就是人类他要要求永生 因为人的生命是很有限的 你看人到一个年龄以后 他就开始想了 我从哪里来 我来这里干什么 我死了以后怎么样 这些问题迟早都要想的 所以为什么每一个民族他都有哲学 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你看小孩不会想 小孩子问 妈妈我从哪里来 他顶多这样问而已 你跟他说你是捡来的 他就认为他是捡来的 他也不觉得怎么样 当然到了某个年龄就开始发现 我怎么会是捡来的 人家父母都是 把小孩生出来的 怎么我是捡来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无意间跟小孩开玩笑 小孩会把这心里头 他会耿耿以怀 他会造成他很多错误的观念 我们人生命是很有限的 但是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很不心甘情愿 我奋斗了几十年 说没有就没有了 说走就走了 什么都没有 就花得来嘛 所以我们慢慢就感觉到 好像不是这样 好像我们应该想办法永生 所以你看秦始皇 求长生不老药 历代很多皇帝 因为他有钱有事 他最怕死 大家没有什么成就人死 就是算了 你有钱你更怕死 你有事业你更怕死 你有成就你更怕死 那就开始想尽办法 要吃药 要念丹 要搞东搞西 最后证明 人一定要死 我觉得这是很公平的 如果有钱人就可以不死 那糟糕了 那没钱人就很倒霉 如果在哪种条件之下 你就可以不死 那人类永远不公平 我们有很多地方是不平等的 但是在这方面是非常平等的 人迟早要死 在人干也要死 长得再好看也要死 再聪明也要死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我们总是很不心甘情愿 我们总觉得我应该永生 所以怎么样 所以很简单 我们就开始找永生的道路 我们中国人找出三条路来 一条叫利公 就不死 一条叫利德 他就永远不死 一条叫利言 所以利公利得利言 叫做三不朽 那他怎么能三不朽 就是大家都记得他了 各位听出来 西方人是信神可以永生 你看基督教老高神 你信我者则永生 中国人基本上是不太相信 信你就永生 不信你就不永生 你真的那么神吗 基督教就是这样讲 外国人就相信 你信我 你就永生 他们是走神本位的 他们的文化是走神的路子 我们不是 我们走人本位 一句话就讲完了 只要大家记得你 你就死得跟神一样 随时有事 所以为什么我们祖宗老 活在我们心中 就是他永远不会死 只有中国人祖先永远不会死 因为他活在后代子孙的心中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路子 你只要活在大家的心中 你就永生 不必跟上帝扯关系 不必 你看中国人都理性 但是很多人说利公很难 利言很难 利得很难 那我就没有机会 马上就想到有 怎么没有 我生个儿子就好了 所以为什么中国人 他那么重视生儿子 就是想永生 没有儿子女儿也好 只要女儿记得你就永生 这一段我们其实说得很清楚 如果大家都不因为生男儿女 那死了就死了 死了谁记得你 你看只有你的侄女 在每年你死的那一天 他会跟你拜拜 拜拜 那个跟理性没有关系 那只是我心中 永远有我的父母 我不会万本如此而已 但是这就不一样了 这个就把我们人跟动物 区隔起来的 我们怎么样 我们就有祖先的观念 我们心中永远有我们的父母 那将来我们的子女 心中也永远有我们 那我们就永生了 中文这条路是很理性 而且人人都做得到的 男孩女孩一样好 因为今天的教育很普及 对不对 你有一个儿子 他会在你死了以后 每年的祭日跟你拜祭 你有女儿照应可以做啊 为什么不能做呢 人像其他动物一样 他会有性的冲动 但是人 他会接受道德的制约 所以我们为什么有很多伦理 我们很多限制 看起来好像对中国人是一个负担 其实是让我们得到永生的一条路子 要不要走 我们尊重大家的选择 我们中国人是生物性的本能 我们接受到道德的制约 所以看起来好像我们受了这个礼教啊 绑得死死的 其实不是 我们家庭有家庭的家规 叫家规啊 我们宗族有宗族的约束 我们社会有社会的礼俗 读在什么 读在在我们的生物性的上面 加上一个文化性 我觉得这是人类很荣耀的事情 我们要从事性行为 我们要生育子女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千万记住 只有卧食之类才是夫妻 卧食之类就不是夫妻吧 就一句话就讲完了嘛 你看睡觉的房子 睡觉的房间 为什么要有门呢 那门干什么呢 是房小偷的吗 大概不是吧 你去看很多老外 他这个夫妻啊 在从事性行为的时候 他门是不关的 还发出很多声音 那小孩在旁边看 这成什么体统呢 那旁边就这样子了 我们现在也开始了 两个人在性行为的时候 要拿自拍啊 把自己整个过程拍下来啊 然后有一天啊 这个到晚上上面去 流传啊 这是好现象吗 我不晓得这算什么 那这叫时髦啊 这叫时尚 女生说 你看我长得这么美 要让大家都看到 那你脱的衣服 在大街上走就好了 很快就被公安抓去了 我跟你讲 我们人要自爱 老实在一个人化妆 是为了另外一个人 欣赏用 不是给大家欣赏 如果一个女孩子化妆 是给全世的人欣赏 这个人变什么 变什么嘛 少数人欣赏 就叫巨女 多数人欣赏 就叫交际花嘛 你愿意你的女儿 做交际花吗 你愿意你自己变成花瓶吗 做交际花吗 我不晓得了 所以很多人不了解中国人 中文就是说 夫妻把门关起来 你还怎么抱 你还怎么热闻 你还做什么事情 你们两个都是 当时不要把生意搞那么大了 可是呢 你一出外面衣服穿整齐 这是文化嘛 我们不是动物嘛 这样就对了嘛 这样你就能了解 为什么中国人这样那样呢 你看我们女孩子从小告诉她 衣服要穿整齐 不能漏这里漏那里 人是穷到没有办法 那叫做衣不避体 就是我的衣服 只来这里动一个洞 拿一个洞 因为我没有钱 我穷到这个洞 现在不是 现在故意这里开一下 哪里开一下 这样叫男女平等嘛 这是女孩子自己贬低自己的身价 我觉得女孩子很奇怪 一方面要争取我的权利 一方面处处 再表示他不如男的 你看有没有男的说 这里漏一下 哪里漏一下 有没有 没有啊 为什么女孩子穿衣服 这里要漏 漏了看人家看 还不高兴 那你不高兴 你看你就被漏就好了嘛 你穿那么短裤子干什么呢 然后还说乱看 你看我干什么 那谁叫你穿那么短呢 真的有一天 你穿那么短 人家都不想看 那我看人类也快完了 也快完了 这是领性非常矛盾的 这是那些女权运动的人 他怎么不去注意 该注意事情你不注意 你竟搞那些没有用的事情 把这个藤布 把它露出来 把腹部露出来 那你赶紧不要穿衣服就算了嘛 那么辛苦干什么 一点没有脑筋 我们文化 是让我们活得有体面的 一个女孩子 穿得整整齐齐很大方 很体面 不是啊 搞了个乱七八糟 就为了两个时髦嘛 人家看你 你又不高兴 等到一天 人家不看你 你全完了 那就好了 其实我们中国最了解 人的心理 你通通让男性看到以后 男性对你就不稀奇了 将来有一天 我们看到女孩子 拖得光光的 所有男生都不动于忠的时候 我看这些人也完了 也完了 我们中国人最了解就是 要有点神秘感 那你看不清楚 你才有兴趣嘛 没有啊 像外国人一见面就把衣服脱掉 动不动就是裸奔 到了有一天 我们异性之间 完全没有吸引力 完全没有神秘感的时候 我请问你 人类要走向哪里去 所以中华文化在很多地方 都是值得我们 好好去爱惜 好好去发扬光大 而不是现现在这样子 谢谢大家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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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